接下来是我们的独家报道 要关心的是您的健康了 您在那水塔够干净吗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 他们都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而这些学生套房 他的用水卫生可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三连新闻记者就前往了淡江跟文化两所大学 突击附近学生套房的顶楼就发现 有一些水塔真的非常吓人 因为水里面不但有结局在游泳 甚至水面上面也有很多蚊虫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都是文化大学学生 而且都是在学校附近租套房 五位同学和我们上公寓底楼 一看到水塔里面差点没有昏倒 太脏了吧 太脏太脏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蟲 有有 还有绝绝啊 青苔啊 然后他当初都没有带我们上来看这个 太可怕了 一探头首先迎接同学的 就是水面上蚊虫乱舞 在看水中 竟然有结局在游泳 学生套房顶楼水塔 成了蚊虫的快乐天堂 而内侧墙壁 还有水底散落砖头 已经长满超过一公分厚的青苔 可以推测 水塔可能有好几年没吃过 学生注意到旁边的水表还有在动 想到房租这么贵 而每天洗澡 洗碗 洗衣服 煮火锅 吃泡面 甚至喝的还是这样的水 同学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太脏了 人心何在 人心何在 天理何存 都是虫 你觉得我们平常喝的水吗 太脏了 我们现在来到淡江大学 这边学生套房的水塔 情况又是如何 淡江大学在外租屋的学生更多 一样是顶楼 你看水塔的铁盖根本N年没换 已经锈到一碰就醉成一片一片 而水里也有掉下来的铁锈 更惨的在楼下蓄水池 打开一看 这种叫沉水式抽水马达 使用超过十年 整个长满铁锈就泡在水里 这些水也是要抽到顶楼水塔 给学生用的 会很震撼 因为这是平常都会用到的 这每个人都会用到的 就是不管是用来洗澡 用来 还是用来喝 看到这种彩状 同学赶紧拍照 今天这些都要PO上网 这真的就是他们喝的水 3D新闻特兰组台北报道 看到这么恐怖的场面 就有人想说好吧 那我不喝家里面水塔的水 我喝矿泉水总可以吧 不过提醒的是 其实矿泉水也会有问题 因为号称奈米科技的矿泉水 就长出了黑色黴菌 就受害民众向立委陈晴 他发现劣质水向厂商投诉 没想到厂方就辩解说 这些悬浮物质 都是健康物质的结晶体 还说喝了之后出现的肿胀 是体内排毒 不是变化 这样的说法让人难以苟同 后来官方单位就出具了 简体资料 确定里面真的是美菌 黑褐色的悬浮物 在宝特瓶里面飘来飘去 有够恶心 您看到了没有 这可不是后来外加的 看这包装猜都没猜 这瓶矿泉水 就是三立新闻 率先踢爆的黑心货 新闻曝光后 受害民众立刻向立委陈晴 痛批厂商只要钱 不管喝了水 会不会出人命 打电话跟这家公司反映 他们说没有关系 这是有机黄金 到第二天 我的脸就肿起来了 肿起来了之后 我跟他说 这个应该不是有机黄金 他说那个 你的脸肿起来是排毒反应 有悬浮物的水 就倒在杯子里 喝了两大杯 喝了两大杯 跟我的父亲说 你看这个水都没有变臭 还是甜的 当场倒一杯 发现脏东西 未必跟着跑出来 深色包装成了保护色 而萧保官查到了厂商那边 业者还有话说 那你要离平我们产物保险 你要提出合理的证 证明你的 你的疾病是因为喝我们的水 只要我们提出证明说 每一瓶水可以让消费者去做检验 确定这个水都没有问题 我想我们就已经交代得很完整 业者振振有词 立委大声驳斥 还拿出卫生署的检验报告 证明悬浮物就是美菌 立委呼吁相关单位 尽快介入调查 还给民众一个公道 三立新闻